而在就職典禮之前 十六號 柯文哲是否則是與蔣灣團隊先行進行了交接會議 蔣灣方面由李四川為首帥隊前往交接 但明明說好這對接的應該是信任副市長 彭震生 怎麼會因故請假缺席 特別市長柯文哲緩加說 彭震生他主要是負責排行程 但依舊讓藍儀議員痛逼 態度很惡劣 直呼是在給蔣灣團隊撐掃鞋 是彭震生副市長跟您做對接嗎 這個大概應該是啦 應該是 柯蔣市府交接會議十六號登場 其中要與準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作為對口交接的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卻連同十九號會議都請假缺席 明明是柯市府定下的時間 卻少了交接要角 讓蔣團隊錯愕直呼根本向何自己人開會 本副主要是負責排行程 因為那個整個交接計畫是我制定的 就是說虎城區有虎城區的交接 我們那個虎城區我們當時列了二十五個 每一個都有批案 柯文哲護航自家人 市府回應彭震生因為行程衝突 已經事先向蔣市府的交接小組召集人 林一華請假 會議過程圓滿順利 只是彭震生突然缺席 柯友給蔣團隊穿小鞋異位 他對蔣萬安的怨氣有跡可循 曾經公開大三蔣萬安沒那麼快進入狀況 重要的交接會議卻看不見 也讓國民黨內群起炸鍋 這不是給蔣萬安團隊穿小鞋 那什麼才是穿小鞋 如果政治動作 反而只是讓台北市政府交接動作 或者交接的事件會越來越緩慢 如果你還是用這樣的一個政治態度 來面對所謂的這個市府的交接 你在市府最近的管理能力 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這樣子你未來還有機會去承擔 更重要的責任嗎 市政都是延續的 現在讓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確保市政穩健的交接 無縫接軌 這也是市民共同的期待和共識 柯市府放鴿子 也讓蔣市府上任之前就碰軟釘子 當初柯文哲喊的市政無縫接軌 如今看來只是口號喊喊而已 記者素質解夏軍產 SNG小組採訪報導